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19回 修真初凡尘 风声潇洒半江城 回望来世的路就是永恒 空中天反阴环 环身红光一闪 充满刚芒令人味道的环音 恍若脸眉低垂的金刚佛陀 不怒自危 男明子不能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他鼓起了全身的力量 挥出了剑意 脆弱的像泡沫 扑的一声破碎消散于无形了 无形繁音扫过 他浑身一僵 体内运转不休的灵力一致 男明子不禁露出了骇然之色 浮阵的威力远远的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好被算计了 经海之鱼他猛咬舌尖 一股甜心味道顿时涌入了喉中 他脸上呈现出了怪异的红色 浑身僵住的灵力立即畅通无阻 他只觉灵力灌体前所未有的充盈 但是他已经被吓破了胆 脑中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 逃命 一枚有如走弧的缩形法宝出现在他手中 他连忙朝里面灌输灵力 忽然一股危险至极的感觉笼罩在了他的心头啊 不好 他脑海中只来得及闪阔这个念头 便听到了扑的一声清响 他胸膛突然毫无征兆的炸开 他低下头看到自己胸前呢 有个拳头大的血洞 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天还月明镇之巍空剑 目睹整个战斗过程啊 看着男明子的尸体像沙包一般坠落 下方的无空剑门弟子各个露出了 骇然敬畏的神情 他们之前呢听说过左墨师兄各种传言 但没有一剑能和亲眼目睹左墨师兄如此轻松击杀一位宁迈其修者来得更加的震撼 天空中 左墨闭目默然而立的瘦削的身影高神莫测 伴赏啊 左墨张开了双目眼中闪过了一丝欣喜之色 微空剑不是天还月明镇预剑上所列的技巧 而是他根据剑意大阵中自悟的技巧 在剑意大阵中他目睹过无数次许多细碎的剑意汇集组成的强大剑意的过程 微空剑便是让天还月明镇产生大量极细微的环音 这些细碎的环音不引人注目 但是当它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威力却相当的惊人 当陷入阵中的敌人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微空剑已经成形 刚才察觉到南明子想逃跑 左墨呢鬼使神差的用出这招还没有成熟的法觉 没有想到呢是效果显著 结束战斗之后 他尽情体会刚才一瞬间的所得 看着南明子的尸体 左墨心中没有半点高兴 世道乱了 复巢之下岂有顽乱 自己不过区区的助击修者 他心中忧虑更增几分 左墨缓缓降落 天凡阴环 嗖的消失不见 随之所有的材料也全都没入土中 如果不是地上有一具尸体 红木胶上看不到半点打斗过的痕迹 大家都去休息吧 明天开始 就可以开始寻找灵脉了 左墨向其他弟子说道 是 其他弟子纷纷扶手遵命 左墨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们由衷信服 而且心生敬畏 可惜小黑在沉睡啊 否则的话 寻找灵脉轻松得很 不过 这些生产修者都各有手段 像有一位灵职服务能略懂灵脉之法 而有一位幻语者 幻养了一只能够寻找灵脉的蓝星鼠 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 荒木胶上也够大 众人也不藏私 开始齐心协力寻找 天环月明镇 完成了大概 左墨的一颗心呢 也终于放到了肚子里边 由此大镇在 灵脉其弟子他丝毫不惧 至于金丹其嘛 无论他有什么法宝 也不是他能抗衡的 不过金丹其高手呢 也看不上他这点家底 沿江湖边 左墨拿出了从南明子身上搜刮的东西 他面前摆着一大堆零碎 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枣壶 一节枯藤 枣壶上叼着一艘小船 楼阁蓝雨风帆为干 精细无比 左墨记的南明子最后拿出这枚枣壶 明显是想逃跑 他顿时大感兴趣 这个 逃顿保命的法宝 谁不喜欢 他不由的朝里面灌注灵力 枣壶突然传来强烈的吸引力 他体内的灵力呢 就像失控的野马疯狂地朝里面涌去 眨眼之间 体内灵力便空空见底 左墨吓了一大跳 连忙停止灌输灵力 这枣壶有些不同寻常啊 他心有余悸地把枣壶放到面前仔细地端详 灶壶吸入灵力之后 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有些明白 为什么南明子一开始没有拿出灶壶小船 他需要的灵力太多了 左墨心中 不由苦笑 灵力啊 是他最大的软肋 偏偏灶壶小船呢 需要大量的灵力 搞了半天 结果得到了一件自己眼下不能用的法宝 他把目光放到了枯藤上 刚刚失落的心情呢 迅速的就得到了平复 眼中惊喜之色 越来越浓 到了最后 实在是忍不住 仰天哈哈大笑 转到了 枯藤不起眼 灰不溜秋的 看上去就像随处可见的枯枝败藤 从南明子的戒指里边搜出来的时候 他和一大堆杂物放在一起 南明子呢 没有发现它的价值 左墨时得此藤 它的名字非常的独特 叫做牙曼 但它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生物 成熟的牙曼呢 会绽放非常妖艳美丽的花 有着诱人的甜甜的花香 它是天生的迷幻大师 它能变换不同的形状 它天生精通迷幻法觉 靠近它的猎物 就像陷入迷幻浮阵一般不能自拔 而一旦猎物进入它的猎取范围 它会一边迷幻对方 一边悄然靠近 它并不是单纯的植株 而是由无数极其细小的虫子构成 它们称为牙 牙曼是相当奇特危险的灵藤啊 这节不起眼的枯藤便是牙曼 而且呢 还是一节四品牙曼 四品牙曼呢 不知道谁那么厉害 连四品牙曼都能切下 一桌四品牙曼的危险程度 绝对不亚于一位明脉气高手 猎取难度极高啊 而且猎取者的手法相当的专业 猎取牙曼需要用玉刀 才能保持完整的堂形 否则牙曼会崩散 化作飞烟 眼前这小节四品牙曼 若是放到百宝飞阁 可以卖个天价 可是左墨绝对不会卖掉它 它有用处 它要练个剑阵 不是像剑义大阵那般庞大的剑阵 而是一套能够随身携带 使用方便的剑阵 或者说 它决定练制一套 能够不设剑阵的飞剑 被困在剑义大阵的时候 左墨呢 便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从第一次出现 便牢牢地盯在了它的脑海 怎么也挥之不去 男明子之间的战斗 更是提醒他 乱世之中 保住性命 那才是第一位 荒木椒有天还月明镇 他可以放心 但是 他不可能永远地待在荒木椒不出去啊 可如果没有一点自保之力 他就像一头肥羊 会立马被人啃得连扎子都不胜的 他给肃炼制过剑阵 不是毫无经验的 而且在剑义大阵中 这个想法呢 不断地在他脑海中完善 剑义大阵中的五种剑义 经过这半年无数次亲身体验 他领悟到的东西很多 虽然说比起师伯们的精纯 要差得远 但是 模仿个像模像样 却是没有问题的 五种剑义 二师伯的兵离 掌门的山 三师伯的雪狐 师父的藤 武林散人的八卦 他 甚至连剑义的选择都想好了 武林散人的八卦剑义 他决定换成自己的里水剑义 虽然里水剑义的品阶远远的不如八卦剑义 但是 他对里水剑义的领悟更深刻 操控更自如 然而 想得再好也没有用 他缺少材料 里水剑重新的炼制一番 可以凑合一下 用以里水剑义 其他的四把剑 可却让 做磨犯难了呀 山剑义呢 需要配仪土形飞剑 冰离剑义需要冰寒材料 雪狐剑义需要灵狐牙爪之类 藤剑义呢 需要的自然是灵藤 需要的四种材料 左末翻遍了门内仓库 也没有挑到一件让他满意的 只有作罢 没有想到竟然在南明子身上 发现了一节四品牙蔓 如何不叫他惊喜万分呢 牙蔓剑的炼制 需要慢慢来 至于他属于木形之列 所以既用火炼之法 左末需要好好地琢磨 若是毁了这节四品牙蔓 可没有后悔要吃啊 同环飞回到 沿江湖上空的那团火焰之中 左末想他多淬炼一番 也索性呢不去管他 没有想到 这却引起了大阵发生新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源头是铜环和地火 铜环是天环月明镇的中枢所在 在火焰中淬炼 源源不断的火行之力涌入铜环 再从铜环渗入到阵中各个角落 一点点地改变着大阵 大阵之前清冷的气息 随着灼热霸道的火行之力 渗入逐渐地变淡 取而代之的是灼热的气息 大阵的新变化出乎琢磨的意料 他忽然有些期待 若是等火行之力完全贯通全阵 天环月明镇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南明子虽然身价不丰 但总归是宁脉气修者呀 剩下的一大堆什么法宝砸碎之类的东西 左末一股脑了全都丢给了小塔 他们被分离成纯粹的五行精气 被小塔吸收殆尽 吸收完五行精气的小塔 塔身多了份润泽质感 在空中一点一点的欢快无比 南明子的纳虚戒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里面的东西全都被左末扫荡了一空 左末呢把它带在了手上 南明子的纳虚戒空间很小 不到左末的四分之一 但是依然是价格不菲 纳虚戒这种好东西自然不会有人嫌多 左末忽然神色一动 黑金虫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收账中的小黑如今大变模样 背上的甲壳呢多了些许红色的纹路 小黑头上的触角微微动了动 左末心中大喜 怎么 难道这吃货要醒了 果然啊 没过多久 小黑开始在他手中缓缓地爬动 但是歪歪扭扭就好似宿醉刚醒的虫子 连路都走不稳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始恢复了清醒 左末心神中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再次出现 除了模样 小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但是脑海中传来的小黑的欣喜 让左末的心情也不由大好 你这吃货 总有一天会吃死的 他不禁喃喃地说道 想想的手上的吃货还不止一个 傻鸟喜欢吃灵丹 嘴还挑剔 小黑则喜欢吃灵气浓郁的东西 小塔的口味也在稳定的上升 对品阶的要求呢 越来越高 小黑额头两根细长的触角乱摇着 似乎在抗议着左末的诅咒 其他变化暂时看不出来 但是小黑似乎越来越有灵性 你也吃饱喝足了 到了该干活的时候了 左末把小黑放到地上 小黑呢触角摇了摇 便化作了一道红黑的光芒 朝外飞去了 左末连忙跟上 一直忙了几天 但这次 琢磨的运气似乎用光了 荒木礁上的灵脉数量并不多 而且还都是些小灵脉 只能把它们开垦成灵田 品阶呢不超过三品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星湖剑门 始终没有开发荒木礁 他们肯定已经探查过全岛 确定他没有开发价值 果然是个一穷二白的荒岛啊 相对于左末的失望 无空剑门的灵脂弟子们 却兴奋无比 什么时候他们敢奢望 有自己的三品灵田呢 巨大的激励面前 他们干劲十足 不光是灵脂的弟子 便是其他弟子也是同心协力 灵田早一日开垦出来 对他们也很重要 幻养灵兽需要灵草 炼丹的弟子需要灵药 灵谷也是众人的重要需求之一 灵脉不多 导致灵田也不多 但来的弟子本就不多 倒也不担心灵田不够的问题 当然了 这和左末让出自己的那一份 有直接的关系 师兄做表率 其他人当然是一片和气了 灵田开垦完毕 总共有六百多亩 三名灵脂弟子 正好一人两百亩 每人两百亩灵田 数亩并不算多 但若全是三亩灵田 可以轻易地满足 大多数驻基其灵脂弟子 而且这三名灵脂弟子 并未摘得灵春牙育牌 算不上是真正的灵直夫 其他弟子们 也纷纷开始各自的工作 擅长豢养的弟子 开始建立自己的豢养社 荒木礁上此刻是一派 繁忙的景象 左末望着无边无际的汪洋 有些出神 这是什么地方啊 一个熟悉的声音 突兀地出现在左末身旁 左末身体一僵 他转过脸 那不要慵懒地伸着懒腰打的哈欠 哎呀 哎呀 这一觉可睡得真够久的呀 一觉 本来惊喜莫名的左末心中 却不由地生起了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这才想起来 面前的这个家伙是天妖 是能够活几千年不死的老家伙 半年的时间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打了个盹而已 哎 我说 你 你怎么到这鬼地方来了 仆妖四下张望 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办法 这地方清静 左末无所谓地说 他能感受到仆妖的神石 弹指间便扫遍了整个荒木胶 哈哈 好地方 好地方啊 扶妖黑黑地笑着 这破地方有什么好啊 左末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扶妖 我说你睡傻了吧你 哎呀 说了你也不懂 扶妖鄙视地 瞥了左末一眼 旋即伸手 晶石 左末强忍着冲过去 和扶妖拼命地冲动 取出了十颗三品晶石 丢给了这个该死的人妖 这么点啊 扶妖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伸出的手呢 在半空中虚虚地一抓 哗啦 熟悉无比的晶石声 他手上满满的一大把晶石啊 看着扶妖像便携法一样 左末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 他猛地反应了过来 连忙去检查自己的戒指 你 你这个死人妖 小爷和你拼了 荒木胶想起了左末 凄厉无比的咆哮 如今左末也算在荒木胶上安定了下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 他都需要守着这个荒岛生活 来的时候 他搜刮了相当部分的材料 但是 这也意味着在很长的时间之内 他得不到门派的补给 如何经营 如何让自己变强 就成了他不得不花心思的问题 他拿这个问题请教扑妖 扑妖一脸满不在乎 哼 关我屁事 和这丝啊 打交道打得久了 左末也知道这人妖是什么德行 也不恼 冷笑的说 小爷儿有多少精识 你清楚得很啊 等都花完了 大家都等死吧 小爷儿饿死了 你穷死了 反正 到头来都是个死啊 扑妖表情已呆 过了一会儿 有些不情愿的说 没见识 没办法坐吃山控 靠海吃海 这话都没听说过 左末一听 顿时精神一震 哎 怎么个吃法 扑妖没有说话 忽然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左末知道啊 扑妖这个家伙 又在威胁自己了 这个人妖啊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 第120回